我们上节提到的9801号坑 也就是秦始皇帝龄的地下军备库 除发现了十铠甲片外 还发现了可以确认的十甲昼共43顶 在陪葬坑中 这些昼和铠甲倾倒在一起 有的被局部或全部焚烧成白灰制 但仍可看出轮廓和甲片形状 有的则是彻底被烧成一堆白灰 甚至连形状无法判断 有的昼片被压碎或已脱离了本位 给我们的修复带来了一定困难 但大多数咒的甲片仍大致连缀在一起 我们可以据此分辨出其个体归属和形质特征 我们依据其外形特征 将组成咒的咒片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的甲片表面带有明显凸起的或凹下的弧度 第二类甲片表面基本上为平面 这批实咒的发现弥补了文献中对秦咒记载的模糊 和考古资料缺乏秦咒实物的缺憾 这些甲咒又是如何加工和制作的呢 考古记中的韩人为甲片给我们提供了思路 里面有一句反为甲必先为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制作铠甲之前必须先要制作好模具和模型 这种说法虽然说的是皮甲制造工艺 但对我们了解实甲咒的制作工艺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也就是说 这些实甲咒很可能是依照实用甲咒的具体形制和尺寸加工的 因为实甲咒和皮甲咒的质地有很大区别 所以两者的加工工艺也有所不同 我们通过分析认为 所有甲片大致都经过了以下这些工序 首先要选取食材 制作这批甲咒的石料为青灰色、石灰石 它们的质地细密、均匀并且硬度适中 便于加工成片状、模制成型和钻孔 这种食材在关中魏北一带的北山上分布很广 所以制作甲咒的石料 极可能是从魏北北山上长途转运而来的 收集好食材后便可以加工粗批了 因为要为进一步加工甲片流出余地 所以粗批还是长、宽、厚均要比甲片成品的长、宽和拱高、宽余出一部分 之后将粗批打磨成所需的弧度 甲片形质也就基本定型了 在有些特殊部位的甲片背面还需要刻画上各种符号和文字 用来提示甲片的归属和钻孔的部位、树木、形状等 甲片形质定型后便可以进行钻孔了 钻孔是根据甲片的形质特征 锁出部位、甲片类型等要素有规律地分布的 大部分甲片只在四周钻出用于穿铜色的孔 但有的甲片中部也分布有许多用于穿连丝织带的孔 钻好孔后 需要磨去钻孔时甲片表面留下的剥痕 并修整甲片其他部位不合格之处 所以要对已成型的甲片进行二次磨光修整 这样甲片的制作便完成了 最后一步则是将各部位的甲片编连在一起 有丝织带的甲皱应当先将丝织带穿好 再用铜丝编缀 然后将编好的各部位在接茬处用铜丝衔接在一起 这样整体甲皱的制作便宣告完成了 这批出土的形态精美 工艺高超 分布密集 种类繁多 并且保存比较完好的 以扁铜丝连缀的实质甲皱 是非常宝贵的考古学资料 他们展示了秦皱的真实形态和风格 填补了考古资料 包括秦兵马俑坑甲氏勇 装备中均无甲皱的空白 并且这些用铜丝和石片编缀制成的实质甲皱 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也是仅见的 它的制作难度大于当时普遍使用的皮革甲皱 工艺和技术要求非常严格 工程量大 需要先进的管理制度 这体现了秦石工匠精湛的技术水平 和管理者高深的管理才华 是我国先秦时期实材加工艺术的极大成之作 这些仿皮甲皱虽然类型多样 但同一类型的甲皱从整体形质 尺寸到甲片数量 甲片连坠叠压规律 都有非常统一的规格 这可能反映了秦代甲皱的标准化和统一化 已经和秦王朝统一杜梁恒的社会背景相接轨 这种防铁甲在西汉 特别是汉武帝以后 逐渐取代了皮甲皱的主体地位 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说明秦代又是新的甲皱种类发展的重要阶段 它既是对先秦时期皮甲皱的一次大的总结 又是两汉甲皱定型化的重要发展时期 起着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 另外 以实质皱随葬 可能也反映了秦人的某种信仰或理智 请不吝点赞 讨论